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评论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三个在奥运会上引起轰动的故事 首先 鲍比 芬克在1500米自由泳中打破世界纪录 结束了美国男子金牌荒 其次 美国女子篮球队在小组赛中击败德国队 延续他们的奥运连胜记录至58场 最后 凯利亚 内莫尔为阿尔吉利亚赢得了历史性的奥运金牌 成为首位获得体操奖牌的非洲选手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运动员的卓越表现 也凸显了奥运会的竞争激烈和不可预测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鲍比 芬克 鲍比 芬克在周日晚上以惊人的表现 为美国男子游泳队结束了金牌荒 他在1500米自由泳比赛中以14分30点67秒的成绩触臂 不仅赢得金牌 还打破了中国选手孙杨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 创下的14分3102秒的世界纪录 这一成就标志着美国男子在本届奥运会上的首枚个人游泳金牌 并避免了自1900年以来 首次在奥运会上未能获得个人游泳金牌的单大局面 比赛过程中 芬克一直保持着惊人的速度 最后一段更是加速冲刺 为世界纪录画上了完美句号 意大利选手格雷哥里奥帕尔特里涅里 Bregorio Portuneri 以14分34点55秒获得银牌 而被看好的爱尔兰选手丹尼尔 微分Daniel Wiffen 则以14分39点63秒获得铜牌 紧紧压过匈牙利的戴维 贝特勒姆 David Bethlehem 保住了最后一个颁奖台的位置 赛后 芬克感谢了教练对他的鼓励和指导 表示这次胜利得益于教练让他一开始就快速出发的策略 我的教练告诉我要早早出发 结果效果非常好 芬克说 这位24岁的选手不仅在东京奥运会上赢得了800米自由泳金牌 还成为自澳大利亚的格兰特 哈克特 Grant Hackett以来 第一位在这项艰苦的30圈比赛中连续夺冠的男子游泳选手 也是自1968年和1972年的麦克 伯顿 Mike Burton以来 第一位连续夺冠的美国选手 分客的胜利和新记录为美国队注入了急需的活力 在这届奥运会中 美国队在总奖牌数上领先 但一些主要游泳选手的表现令人失望 接下来的四成以100米混合泳接力赛中 美国男子队有机会再夺一枚金牌 但最终以银牌收场 落后于中国队 这样的成绩提醒人们 分客的获胜和破纪录来得多么不可或缺和及时 同样在周日晚上 美国女子篮球队在一场精彩的比赛中再度展示了他们的实力 捷姬 杨 Jackie Young 在比赛中得到了19分 帮助美国队以87-68击败德国队 锁定小组赛头号种子的位置 并将他们的奥运连胜记录延长到令人惊叹的58场 这一记录可以追溯到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 阿甲 威尔逊 艾尔·威尔森 贡献了14分 布里安娜 斯图尔特 布里安威尔士图则得到了13分 使得美国队在踢补得分上以52-13压倒德国队 德国队首次参加奥运会便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 而美国队则将在周三的四分之一决赛中迎来他们的对手 德国队在比赛初期展现了强劲的攻势 以17-8领先 然而 美国队沉着应对 利用他们身后的阵容优势迅速反击 当首发球员遭遇困境时 教练雪莉 李夫 Cheryl Reeve 转向替补球员 这使得美国队在第二节开始时 打出了一波21-5的攻势 半场结束时 以41-29领先 在之后的比赛中 尽管德国队一度将比分追至43-36 但美国队再次发力 确保了比赛的胜利 德国选手莱奥尼菲比奇 Leoni Fibic 在第三节遭遇受伤 不得不被搀扶下场 这对德国队的士气造成了一定影响 最终 美国队以87-68的比分获胜 延续了他们的奥运连胜记录 在巴黎的体操场馆内 凯利亚 内莫尔 Kaliana Moore 为阿尔吉利亚赢得了历史性的奥运金牌 内莫尔出生病成长于法国 但由于与法国体操协会的争端 他决定代表父亲的国家阿尔吉利亚参赛 在高低杠项目的最后一跳中 他以完美的动作征服了评委和观众 最终以15.700分夺冠 内莫尔的胜利不仅是他个人的成就 也是对阿尔吉利亚的一大贡献 他成为24年来第一位 为阿尔吉利亚赢得奥运金牌的女性 也是奥运历史上第一位 获得奖牌的非洲体操运动员 这场比赛充满了挑战和风险 许多选手在尝试高难度动作时失败 而内莫尔则在压力下 完美地完成了自己的动作 内莫尔的故事充满了曲折和挑战 他与法国体操协会的争端 始于他14岁时膝盖手术后的恢复期 法国体操协会指责他的当地俱乐部 过度训练这位年轻明星 并禁止他恢复比赛 内莫尔申请转集到父亲的国家阿尔吉利亚 但法国体操协会对他有一年的限制 这意味着他无法及时代表阿尔吉利亚 参加奥运资格赛 直到他的故事引起公众关注 法国体育部长阿梅利 奥德亚卡斯特拉奥尼利奥迪尔卡斯特拉 才解除对他的限制 内莫尔在非洲体操锦标赛上 赢得全能金牌 并在一年后成为奥运冠军 他的教练马克 切尔林科 Mark Trelinko表示 代表阿尔吉利亚并不在计划中 但生活给你一些曲折 一些你必须跨越的河流 他所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 内莫尔在奥运会上的胜利 是他多年努力和坚持的回报 也是对他为参赛所付出的 所有努力的肯定 在VIP包厢里 法国体操协会的一些高管 可能正在观看这场比赛 心中疑惑 这样一位天才是如何流失的 内莫尔表示 我今天能做到这一点 非常非常高兴 我仍然有点震惊 因为我不敢相信 我在高低杠上成为奥运冠军 这是我最终的梦想 总结来说 周日晚上这场奥运会 不仅见证了鲍比 芬克和凯利亚 内莫尔的惊人表现 也展示了美国女子篮球队 无与伦比的实力 这些运动员的努力和汗水 为他们赢得了荣誉 也为我们带来了 无数的感动和启示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面对多少挑战和困难 只要坚持不懈 总能迎来那一刻的荣耀 请大家继续收看 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鲍比 芬克 Bobby Finca 在2023年 赢得1500米自由泳金牌 结束了美国男子 在泳池中的金牌荒 并打破了世界纪录 这是美国男子 自1900年以来 首次在奥运会上 未能获得个人游泳金牌的局面 不包括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 当时美国抵制了比赛 芬克以14分30点67秒的成绩 打破了中国选手孙杨 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 创下的14分3102秒的记录 银排由意大利的格雷格里奥 帕尔特里涅里 Gregorio Paltrainieri 获得成绩为14分34.55秒 而同牌由爱尔兰选手丹尼尔 微分Daniel Wiffen 以14分39.63秒获得 芬克的胜利标志着 他成为自澳大利亚的格兰特 哈克特 Grant Hackett 在2000年和2004年之后 第一位在这项艰苦的30圈比赛中 连续夺冠的男子游泳选手 同时也是自1968年和1972年的 迈克·伯顿 Mike Burton以来 第一位连续夺冠的美国选手 芬克此前在东京奥运会上 也赢得了800米自由泳金牌 展示了他在长距离自由泳中的卓越实力 在这次1500米自由泳比赛中 芬克在最后阶段的加速 确保了他创下新的世界纪录 赛后 他表示 这一表现 部分来自于教练的鼓励 让他一开始就要快速出发 这在比赛中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这次胜利 为美国队带来了 本届奥运会的第三个游泳世界纪录 为美国队注入了急需的活力 在这次比赛中 凯蒂 莱德基 KT Ladecky 也在800米自由泳中 击败了阿里亚内 蒂特穆斯 阿里亚恩 连续第四次夺得奥运金牌 这进一步增添了美国队的荣耀 美国队在4×100米 混合泳接力赛中 最终获得银牌 落后于中国队 杰基 杨 Jack Young 在周日晚上的比赛中 得到了19分 美国队以87-68 击败德国队 这场胜利使美国队锁定了小组的头号种子 并将他们的奥运连胜记录 延长到58场 这一记录 可以追溯到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 阿甲 威尔逊 AJA Wilson 贡献了14分 布里安娜 斯图尔特 Briana Stewart 则得到了13分 美国队在替补得分上 以52-13压倒德国队 将在1分之1决赛中 与其他队伍一较高下 首次参加奥运会的德国队 也进入了1分之1决赛 这场比赛 展示了美国队的深度和实力 尤其是在首发球员陷入困境时 教练雪莉 李夫 Cheryl Reel 能够转向替补球员 保持场上的竞争力 在这些比赛中 法国失落的体操明星 凯利亚·内莫尔 Kion Nemor 代表阿尔吉利亚 赢得了历史性的奥运金牌 内莫尔出生病 成长于法国 但由于与法国体操协会的争端 他决定代表父亲的国家 阿尔吉利亚参赛 在高低杠项目中 他以15.700分的成绩 击败了中国和比利时的选手 成为奥运冠军 并成为奥运历史上第一位 获得奖牌的非洲体操运动员 这一成就是对他多年努力 和辛勤工作的最佳回报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芬克在1500米自由泳打破世界纪录 终结了美国男子游泳的金牌荒 这简直是现代版的破镜重圆 整个美国都在庆祝 历史上 从1900年以来 美国男子游泳还从未经历 这么长时间的金牌荒 芬克的成功不仅是个人努力的结果 也是美国游泳对共同努力的见证 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位现代的菲尔普斯 他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 楚天书 你这一番话听起来 真是像美国队的拉拉队长 可是 打破记录固然是值得夸耀 但整场比赛也不是只有分客一个人啊 还有意大利的帕尔特里涅里和爱尔兰的微分 他们的表现也是同样精彩 难道要我们忽略他们的努力和成就吗 而且这次破记录不过是0.35秒的差距 就好像在奥林匹亚山上 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人只差一票一样 谢琪琪 你这么说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当然 我们不应该忽略其他选手的优秀表现 但你不能否认破记录的意义 这就像莎士比亚说的 一切皆有可能 分客证明了这点 他的成功能激励更多年轻运动员拼搏 这一点上他的价值是无法衡量的 而且美国游泳队的努力是不可忽视的 这不仅是分客个人的胜利 更是团队的胜利 哦 楚天书 你这话听起来像是从奥林匹克精神的宣传册上抄来的 是的 破记录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但我们别忘了 分客也是人 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 他的成功部分得益于科技进步和训练方法的提高 换句话说 这次的记录更像是一部最先进的跑车 赢了一场赛车比赛 而不是一位古希腊勇士单凭力量 很智慧战胜了敌人 谢琪琪 你这样说有点过于苛刻了吧 科技和训练方法是现代运动的一部分 这是进步的象征 我们不能因为有了科技的帮助 就否定运动员的努力 分客在1500米自由泳的表现无疑是他多年努力的结果 就像达芬奇创作蒙娜丽莎需要无数次的草图和修正 归根结底 金牌和破纪录是对运动员和团队的最大肯定 楚天书 我无法否认你的热情 但你这种无限拔高的赞美方式 恐怕连分客自己听了都会脸红 这就像把一位画家比作米开朗基罗 可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是理性分析 而不是情感上的狂热 无论是科技进步还是个人努力 这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用这些成就来推动运动的发展 而不是一味的赞美和歌颂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哇,这次奥运会真的是高潮迭起 精彩不断啊 先来看看咱们的游泳天才分客 他可真是给美国队长脸了啊 1500米自由泳一飞冲天 直接打破了世界纪录 这不是一般的成就 这可是从1900年以来 美国男子首次在奥运会 未能获得个人游泳金牌的尴尬局面啊 而且人家还是以14分30点67秒的成绩触比 比之前的记录快了0.35秒 这真是让人目瞪口呆 他的教练还真是高明 让他一开始就全速出发 结果效果真是杠杠的 分客还不止一次夺冠 他可是连续两届夺得 1500米自由泳金牌呢 这绝对是奥运历史上的一个亮点 美国队在游泳项目上的表现 一直备受瞩目 但这次他们的金牌数量 似乎有点捉襟见肘 然而 分客的这一突破 无以为美国队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总算是让人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的4X100米混合泳接力赛 也很有看点 虽然最终美国队只拿到了银牌 但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再来看看篮球场上的热闹 节肌 杨的19分表现真是给力 美国队以87横线68大胜德国队 这可不是一般的胜利 这是他们在奥运会上的第58场连胜啊 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始 美国女子篮球队就没输过 这记录真是惊人 不仅如此 他们还展示了团队的深度 替补球员得分52横线13 真的是各个都是好手 德国队虽然首次参加奥运会 但也表现不错 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 这场比赛一开始 德国队还领先了一段时间 但美国队的深度和实力 让他们迅速扭转了局势 最终大胜 教练雪莉 李夫的战术调整也非常到位 替补球员的表现堪称完美 真是让人叹未观止 最后 来到体操场 这次奥运会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幕 莫过于凯利亚 内木尔的金牌之路了 这位出生在法国的天才选手 竟然代表阿尔吉利亚 夺得了奥运会历史上 第一枚非洲体操金牌 真是令人惊叹 他的高低杠表现堪称完美 不仅技术难度高 而且执行得非常到位 内木尔的成功背后 有着一段曲折的故事 与法国体操协会的争端 让他选择了代表阿尔吉利亚参赛 这真是命运的安排 让他在一国他乡找到了自己的荣耀 他的成功不仅是对他个人努力的回报 也是对阿尔吉利亚体坛的一次巨大鼓舞 内木尔的这一金牌 让阿尔吉利亚和整个非洲大陆的体操爱好者看到了希望 这也许会激励更多的年轻选手踏上体操之路 总之 这次奥运会真是充满了惊喜和感动 无论是泳池 篮球场还是体操场 都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精彩瞬间 希望未来的比赛中 运动员们能够继续超越自我 创造更多的奇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